其实这个急不是来得急来不急的急 它应该是即刻行动的急 过去筹办孝心奖的会议上 为了办这孝心奖我们内部开了很多很多的会 董事长在会议上突然抛出一个问题 他就说 你们知道你们父母都是如何修剪自己的脚指甲吗 我觉得他就是在看着我在问这个问题 不知道当时在场的其他同仁们心里是什么想法 我是真的汗颜 那时候突然有一个震撼 对耶 我还真不知道现在我爸妈都是如何清理自己 甚至是照顾自己的 其实不只是如此 很多我们过去认为西宗平常的事情 说不定对我们的长辈来说已经不再简单 包括怎么去用智慧型手机 如何上网查资料 能否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或者是精神健康等等 其实有时候 长辈们甚至不知道如何表达或难以其耻这些需求 王王集团董事长蔡衍明也亲自出席颁奖典礼 今年除了词曲创作大赛也新增了短片比赛 在词曲创作方面总计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原创作品6653件 经过三轮评选会议最终选出了有118件的得奖作品 其中三首年度最佳金曲为 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冷 及爸爸的摩托车和老花眼镜 今年孝亲奖除了词曲创作之外 还新增了短片部分 总奖金高达大约616万新台币